人的脑袋会脱顶,动物的脑袋也会脱顶吗? 它们变脱了之后会变强吗? 今天,小马哥给大家说道说道 茶沃国家公园内,这里的狮子,脱顶了 它们的头顶毛发极少,使得从前的威风荡然无存 狮子之所以脱顶,不是因为遭遇了中年危机 也不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而是因为散热 原来啊,茶沃国家公园处于非洲东部的肯尼亚境内 位于赤道县附近,这里气候又湿又热 而狮子的汗线极不发达,通常只能通过喘气来降温 再加上,身上的刀浓厚茂密 导致它们很容易因为体温过高而中熟 所以,为了更好的散热,茶沃的狮子只好脱了顶 虽然它们的威风不在,但稀少的毛能够帮助狮子在潮湿的环境下生存 甚至,在捕猎中都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秃顶的狮子摸着自己正亮的脑袋说 我变秃了,也变强了 去年七月份,游客发现北京度园中的熊猫,福星,秃顶了 那它到底是遭到的中间危机,还是因为生活价值太大 后来,通过监控才知道 福星没事的时候,就用脑袋去剩石头 剩了时间长了,头顶就磨秃了 随后,人类细心客户,它头顶的毛发终于长齐了 动物之所以会突顶,小部分是因为随意抓挠或是短期的损伤 而大部分是因为疾病导致的 野生动物的生疏环境极其恶劣 哪顿吃饱饭都是个问题 更别提清理毛发了 如果它们被真菌感染的话 就会出现毛血,从而产生寄生满虫 满虫会破坏毛囊导致毛孔放大 毛发也会因此脱落 有很多刺猬因为被狮子或者满虫寄生 导致刺频繁脱落,没有了刺的防御 刺猬的处境就会很艰难,很容易被敌人猎杀 除此之外,动物也是靠毛发保暖的 如果它们凸了,或者是其他部位毛发脱落 就难以保持体温,从而被冻死 而且,有些动物是靠毛发而找对象的 比如,维多利亚风冠秋 每到繁殖季节,凤冠秋就会顶着它那华丽的雨冠四处绕摇 吸引异性的注意 所以,人类秃了顶多是不美观 而动物秃了,不仅找不到对象 可能害怕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虽然普通动物也会秃顶 但所有动物中,人类秃顶的迹象更为常见 陈马哥在网上查了一下 轻轻压力太大,体质营养不良 内分泌等问题都会导致脱发 而动物的世界比人类简单 可能,这就是它们很少秃的原因 有些动物秃了,颜值直线下降 但有些动物秃了,那却是颜值巅峰 比如,丹顶客 丹顶客在小时候就和鸭子一样可爱 头上也是毛茸茸的 可它们长大了后 脑袋的毛发逐渐脱落 露出了光秃秃的头顶 因为,头顶的毛细血管数量太多 所以丹顶客的脑袋成全红色 除了丹顶客 同学们还知道哪些通顶的生物呢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讨论